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近期有很多花友都希望我谈一谈 在夏天的时候应该怎么给月季花施肥的话题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 首先随着气温的升高 大家最直观的就是能够看到我们的月季植株 生长开始慢慢变得缓慢 然后月季花的叶子以及花朵呢 都远远没有春天的时候长得那么大,那么精神 其实归根究底呢,就是月季花的根系 因为气温的升高,影响了它的生长 那么有些比较耐热的月季品种呢 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是有一些不耐热的月季品种就会因为高温 而使这个根系呢,生长变得非常的缓慢 甚至停止生长,表现在月季植株上 就是出现了休眠的现象 那么了解到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后呢 才能够给我们夏季的施肥呢,提供一种思路 也就是说,根系生长变得更加缓慢 那么它所需要这个肥料呢,肯定是不及春秋两季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施肥策略必须要有所改变 你的肥料的浓度以及频率呢,必须要有所减少 比如说像水溶肥的话 原来我施的比例是1比150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给它对到1比2000,甚至1比2500 那原来我的频率是2,3次肥料,1次水 现在这个频率呢,可以降到11次肥之后呢,再11次清水 这样交替着来 其实这样的肥料以及浓度频率呢,是比较适合大部分的夏天的月季花的需要的 当然如果有经验的花油呢,可以根据月季品种的不同 还要有所区分对待 比如说有一些耐热性非常好的月季品种 那么你这个施肥的浓度以及频率呢,还可以稍微再增加一些 但是有一些耐热性比较差的月季品种呢 你这个施肥的浓度以及频率还可以再往下降低一些 那如果你不太清楚你这边的月季花耐热性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观察你这个月季花生长的速度 如果它在夏天这个生长速度依然是比较快的话 那就说明它耐热性比较好 那它生长非常缓慢的话,那就说明它耐热性比较差 你可以根据这个来调整你的施肥策略 那以上呢,是水溶肥在夏季的一个施肥的方法 那也有话有在问,夏天的时候能不能给月季花施底肥呢 其实这个时候是非常不建议大家给月季花施底肥的 因为夏天盆土本来温度就已经很高了 你再把一些有机底肥试下去的话 多多少少它都会增加这个盆土的温度 使你的这个月季花的根系呢 在夏天它的生存变得更加的艰难 所以个人感觉在这个时候试底肥的话 对月季花来说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建议大家呢,这个时候底肥就不要试了 包括缓湿肥,这个时候也不要试 其实你早春试下去的这个缓湿肥 像318S的话 它其实有八九个月的这个有效期 你到10月份再重新施缓湿肥也是OK的 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一句话 夏天的时候,湿肥的浓度以及频率一定要有所降低 有经验的话,有还可以根据月季的品种的不同 耐热性的不同,调整你的湿肥策略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啦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期再见,拜拜